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新家的窗簾啦 主屋的窗簾 這長這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 應該是灰色啦 我忘記它正確的顏色名字是什麼 不過我記得是灰色 那其實照片有時候會有色差 但是主屋的這一個顏色 拍起來比較沒有色差 等一下看客廳的時候 它就有色差 拍照的時候會有色差 所以露眼看就不會 蠻奇怪的 那蠻特別的啊 那錄影的話可能不會那麼明顯吧 然後其實我選這種材質啊 它是有點像那種籠布的材質 我比較喜歡毛茸茸的觸感 我不喜歡那種有皮質 我會想量量的 像這個 就是我喜歡的觸感 就是有毛茸茸的感覺 但它毛茸茸的也不多 就是剛剛好 對剛剛好 然後它是說這種有分等級啊 那它是比較不會沾到灰塵 對所以清潔會比較好清潔 那它其實上面這些滑軌 其實都算很好的啊 對都算很好的啊 那基本上呢 像這個地方 它其實 如果一把它扣上去的話 它就是 呃 就不能把它拉開 也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我可以全打開 啊以前都是做左兩邊嘛 對不對 但是它 它那邊會做一個勾環 那你要固定的話就拿到勾環那邊就好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勾啦 那就是 我就覺得它這個 這個垂得很漂亮 所以長度來說就是 它會問你就是 呃 你可以問它 你要做到 做到多按 還多低啊 那基本上 我是只有做一點點 然後我穿框在這裡 穿框在這裡 差不多 應該有五公分八公分吧 它會給你一個建議啦 它會給你一個建議的 高度 然後呢 我這邊做了一個 很簡單的 這個 捲簾的部分 那捲簾就是 就是用這個去拉 用這個去拉 然後這個升降 基本上都蠻順的 那 因為這個窗戶啊 這個窗戶 不會 基本上不會開啦 所以我就是選一個捲簾是 呃 宿舍 然後 最便宜的捲簾 對 基本上不會開 基本上就是擋光而已 然後 因為我這邊的桌子啊 它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裡面是 我最有空隙的 那窗戶是在 牆壁的後面 窗戶在牆壁的後面 在牆壁的後面 所以就是 它幫我貼在這個地方 然後 不是要 壓到我這個桌子 所以它才不會 它是剛剛好 幾乎剛剛好 幾乎剛剛好 那基本上 呃 如果你不要讓它碰到這個桌子 它一點點 就是這樣 然後 這裡是大師的工作室 的窗簾 那我就選擇一個 露眼看似 淺藍色 然後 有點綴的深藍 可是畫面上面看起來應該是很深吧 我原本這個面窗戶啊 是要做巴馬鏈 那個調光鏈 但是 因為這個窗戶我也不常開 也就是說 我做調光鏈 好像沒怎麼用 而且調光鏈比較貴 所以我就選樹色這種布的窗簾 那這種窗簾一樣 的材質啊 一樣是選貓諾諾的 好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就是它有一些 點綴 就是淺藍配點綴的深藍色 那就是 目前用到現在其實已經一個多月了 對 就是 我是沒有感受到它髒啊 對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因為 它有告訴我說 窗戶啊 這種長型 長方型的 長方型的啊 比較適合調光鏈的樣子 對 但是因為 愛預算的考量呢 對 我就選這個 哈哈 再來就是我 客房的窗簾 那它就比較 長一點 加大邊一點 那 基本上都一樣 這個地方 我一直選 另外那種顏色 藍色 但它布紋就不是那種 工作室的那種布紋 長這個樣子 就是 我覺得都很好看 這有點那個 渲染的 渲染風 渲染風 那我一樣是 呃 它垂下來其實都還蠻好看的 其實這種窗簾啊 布窗簾 宿色窗簾啊 基本上就是 大拼一點會比較好看 因為它那個垂下來 會那個線條 如果整齊的話 是很美的 整齊的話 沒錯 整齊的話 其實是蠻美的 接下來是 客廳的 窗簾的顏色 大家從畫面上面看到 是不是有點粉粉的 有點粉粉的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的那個 這個燈光照下來的原因 還是相機拍攝出來的原因 但其實肉眼看啊 嗯 近一點看 近一點看就是 就是 灰色的 但它比較淺灰色 它灰色也有分深淺這樣子 那我一樣也是選毛濃濃的 基本上啊 客廳的窗簾啊 建議大家可以選好一點的 假設你的活動範圍是在 客廳居多的話 那你穿年其實可以選比較好一點 那 臥房啊 主臥啊 你睡覺的地方 那 我覺得可以不用用到 這麼 這麼好 這價錢 是可以分散的 對 不用每個都做一樣 那因為客廳嘛 因為會想要看到 陽光透進來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有做一個 薄砂 它那個薄砂就是最平的那種 所以說這個地方 就是有兩層這樣 也就是說它這個地方 唉唷 它這個地方啊 是有兩個花軌 兩個花軌 一前一後 對 一前一後 就是這個樣子 基本上 材質就是這樣 基本上它 去找 穿年的時候 他們都會拿一個色卡 叫穿年色卡嗎 然後給那個樣本去那個 觸摸 就一小塊那你去摸 可是大片跟一小塊又是不太一樣 所以 可以跟它要那個樣品照 對 大致上 不是這個樣子 那基本上 我這樣看起來真的好紫喔 粉紫粉紫 然後呢 必須要說的是 當初 那個設計師啊 他跟我約的是我下班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傍晚的時候 那其實 我覺得 不過還算不錯 要不然通常就是去門市嘛 我不確定 是不是有其他間是可以 呃 這麼彈型到客戶家幫你占領 那他幫我占領的時候 他有問到我一個問題 他說欸你會做木地板嗎 因為木地板會有厚度嗎 那厚度就是 會占掉一點高度啊 所以我覺得還蠻細心的啊 他有告訴我說 欸我問 特別問我說會不會做木地板 就覺得 還不錯 哈哈 好啦我就覺得還不錯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貼的 不會貼到地板 做的蠻好的 因為他還要算那個 這個地方吧 對 那基本上 他來的時候也會告訴我說 欸你這個窗型適合什麼 然後 你的透光要多少 像我這個 像我選的幾乎就是8090%的透光 基本上都已經很好了 陽光基本上真的 透不進來 我有一次早上 大太陽 然後一打開 哇外面超亮 但是我裡面其實看不到 這麼亮的亮度 整體下來 我就覺得還不錯 因為以前 老家都是用那種 便宜的布啊 就很容易透光進來 這個 我深深有感 而且 也比較不會熱 我不知道是錯覺還是怎麼樣 還是他真的有 擋一點點的那個熱度 應該是有 那基本上呢 如果 如果大家想要找這個 窗簾的話呢 歡迎去找這個 新潮窗簾 那基本上 從今天發影片開始 這為期一年內 只要你跟這位 超充年的人聯絡 這位設計師聯絡 剛剛說你是看牛馬大師的頻道 那你只要買萬元 那你就會享有八折的優惠 如此優惠 還不趕快去 有需要的話再去啦 不用硬著去 有需要的話 可以跟這位 設計師聯絡 那基本上 你可以問他意見 然後可以去 占量 然後可以去看 去門市看也可以 那基本上他們服務的地區呢 就是在 台中 以北 台中以北 他們基本上是網路行銷比較多 門市的話也有 那門市地址 往這邊 那基本上 如果 你只要是台中以北 你就是 電話 約方便的時間 然後請他去占量 這樣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安裝是 占量完差不多 呃 好像快點的話 好像是一個一半好像就可以了 這我不太確定 我忘了 不過因為那個時候 我好像是提醒一個月 就請他占量 因為我 那時候還沒入住 還是裝好 所以就先占量而已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時間還蠻 蠻好調整的啦 就 不會到非常 塞車 只是 欸 delay很久這樣 基本上不會 我覺得服務還不錯啦 那 窗簾呢 就是使用一個月 一個多月下來 因為入住一個月了 一個多月了 那 老實說我每次放這個窗簾 我都去摸一下 因為真的很好摸 真的很好摸 材質有很多種啦 那 他們材質有 好像也有那種 比較那種 兩兩的那種布 好像也有 那 我選的是台灣的品牌啦 那 他台灣的品牌是有 做送一些SGS的認證 什麼 房驗啊 那些的 那 他們還是有其他品牌可以挑選啦 那 基本上我選台灣 就是 欸 比較經濟實惠一點 那 整體做下來啊 就是 大師做了 主臥嘛 然後 客臥 工作室 然後 一個小窗戶 跟客廳 這樣子 差不多的價格 是 兩萬多塊錢 兩萬多塊 那因為 假設你是選那種 調光鏈啊 調光鏈真的會比較貴一點 那 詳細價格可以在做討論 如果 你有達到一萬元的話 滿萬元 就有八折的優惠 記得要說你是從大師的頻道 知道這間窗戀的 好啦 那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 基本上呢 他的遮光效果 真的跟他講的一樣 我是覺得還滿滿意的啊 你基本上 一個多月下來 我一直有開窗戶什麼的 那我是摸不到灰塵啊 摸不到灰塵 所以 我是覺得 品質 我認為是OK的 當然啊 你說一年後會怎麼樣 這我不敢跟你保證 但是 穿點這種東西 我相信 不應該 這麼容易壞吧 但目前使用下來都很滿意 我不敢跟你保證 十年啊 二十年 五年 因為我還沒有遇到 但是 目前 一個多月下來 我是滿意的 OK 總之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大師 第一次啊 家裡的 像家具嗎 的開箱 的心得 希望大家會喜歡 希望大家會覺得 我的選色沒有問題 我就選 比較素色 然後灰色系 就是一個 臭紫暖的 顏色 總之大家就這樣 那之後的開箱影片會 陸續再做啦 那目前就先做 這個 充電的部分 重點是 他真的很好滑 你知道我租屋處的那個充電 真的是 這是會卡會這樣 會這樣 會卡在那邊 連我家裡的都會 我台北家裡的也會 好啦 所以 目前是滿意的 是非常滿意的 好啦 那就是推薦給大家 記得啊 又 剛好你叫裝潢 想找窗簾 你真的不知道要找誰 剛看到大師的頻道 你就去問一下 新早窗簾 的設計師 名片 我都放上這邊了 資訊欄底下 OK 滿萬元想八折優惠 一年內 一年內 好啦就是這樣子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集的影片 那有什麼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 跟大師做互動 那我知道的問題的話 我願意回復你 好 啊 謝謝大家 晚安 拜拜